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我是林宇 也是何家荣 2508集 林宇说着做事就要朝前面的领队冲过去 但是此时他背后突然传来两道风声 原来身后的房间里也有人 林宇头头每回凭借着感觉和听觉 一个瞬移精准地躲开了背后两人的偷袭 背后的两个人见状大惊失色 其中一人一咬牙再次向林宇供了过来 另一个人一摸腰间 拿着手枪对准了林宇 迅速地扣动了扳机 砰的一声 枪响的一瞬间 林宇的身子瞬移了一下 与此同时他将身前扑来的那个人 往旁边一拨 砰的一下 子弹瞬间射入那个人的脑袋 这人直接一头扑倒在地上 再也没了声息了 开枪的那个人见到林宇 竟然能够躲开他的子弹 并且还能拽动他同伴的身子 接住他射来的子弹 便直接惊讶地嘴巴都长大了 宛如看到怪物一样 就在他冷声的刹那 林宇已闪身到了他的跟前 瞬间抓住他手中的手枪 反一下拧进了他的嘴里 与此同时 他下意识地抠动了班级 砰的一声 再次又是枪响 那个人直接被自己一枪打开了花 他嘴巴仍旧张得很大 不过已是布满了鲜血 身子一晃 一头栽倒在地上 一旁的领队直接被这一幕震撼住了 吓傻了 不过数秒的时间 两个手下已被林宇轻而易举地就解决掉了 而且还是以这种害人的方式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领队满脸惊恐地望着他 面如土色 裤裆里早已湿热一片了 双腿如触电般地抖个不停 你说这点出息 也敢来给予我华夏的文件 林宇冷冷地扫了他一眼 他低头看了一眼时间 见从楼上下来才不过半分多钟 心里顿时松了口气 我叫何家荣 何 何家荣 那个领队身子猛然一颤 望向林宇的眼神更加地惊惧了 他颤声说道 你是华夏军情处何家荣 没错 你们是来自 他话还没说完呢 那个领队以惊叫一声 转身 不要命般地迅速朝这里间房屋 奔了过去 林宇神色一变急忙追上去 不过他冲进房屋以后 这名领队身影早已不见 只见那间房间 楼板尽数坍塌 其中间有一个巨大的坑洞 透过那坑洞可以看到下面一层堆满了废石堆和断裂的钢筋 那名领队直接从这坑洞中跳下去 他想要逃到下一层 但是他的身子跳下去了刹那 碎石堆突然一塌 他脚下瞬间一滑一头往后仰去 两声金属入肉的声音响了过来 这名领队胸口直接被生锈的钢筋穿似 黑红色浓稠的血液 大口大口地从他嘴里涌了出来 只见他瞪大了眼睛 望着站在上一层坑洞边上的林宇 他张张嘴 眼神渐渐地暗淡下来 没了声息了 林宇见状 微微地皱着眉头 心里不觉得有一些遗憾 他本来还想着从这人嘴中 问到一些有关时局的信息 现在只能作罢 他急忙低着头 看了一眼时间 双眼一亮 要了两分零三秒 一切比他想象中得要顺利 用时更短 同样也就意味着 几分钟之后 他便可以和和二爷会合了 此时张嘴伟正在雨林中 焦急地等待着 他的眼睛一直在对面的居民楼和他手腕上的手表之间来回地切换 在听到楼里响来枪声的刹那 他这心提到嗓子眼了 手心也是布满了冷汗 他用力地咬紧牙关 暗自下定决心 如果半分钟之后 居民楼内还没有任何动静 他就立马冲出去 解救林宇 纵然一死 他也要这么做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对面居民楼楼顶上突然闪烁起一个光点 而且窗子前似乎站着个人影 张旭伟精神一振 立马拿起了望远镜抬头 只见林宇站在顶层的一处窗口 冲他挥舞着强光手电 并且冲他做了一个 部队中常有的危险解除的手势 张旭伟见状顿时大喜过望 一时间他又兴奋又惊诧 忍不住赞叹 何队长 真乃神人也 紧接着他急忙起身 飞快地冲出了雨林 奔着那居民楼狂奔而去 等他冲到居民楼下面的时候 林宇早已在楼下等着他 在他冲过来的刹那 林宇没有说任何话 直接把他拦腰抱起 跟刚才一样夹在了腰间 迅速地朝前掠去 张旭伟脸色就是一红啊 他不觉有一些难为情 毕竟这是在市区不比雨林 他被林宇这么夹着 实在是有些丢人 但好在城里人员稀少 前面有一条偏僻的暗像 不会被人注意到 林宇一边跑一边冲他问 对了我忘了问你 外出搜寻物资的那帮军情处的成员 你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吗 其他人的名字 我有些记不清了 我只记得那个领头的叫 叫金海雄 张旭伟皱着眉头略微思考 他急忙说道 金海雄 这名字有点耳熟啊 我好像听过 不一时间想不起来是谁的手下了 他自认记性不差 但毕竟几年来军情处的人员 扩充的速度有点快了 再加上平日里互相打交道的机会少 他也无法精准地记住 每个军情处成员 何队长 请慢一点 前面就是何大队长和战友们的藏身处 进入了市区以后 张旭伟急忙提醒林宇一句 接着直指前面一处废墟加油站 林宇神色一变 脚底下瞬间放缓了几分 眼神犀利 扫尸四周 只见加油站附近没有任何的异常 也没有任何的戒备 不由心里面 已沉似乎料到了什么 他再次快步地带着张旭伟 冲进了加油站后面的一排房子里 只见房子内一片狼藉 没有任何人影 张旭伟的脸色都变了 他沉声说道 果然 何大队长他们已经转移了 那他们可有留下什么记号 表明他们去哪呢 张旭伟没有回答 他快步地走进杂乱的屋子里 双眼凌厉地私下扫视着 突然他注意到了桌角处 一堆杂乱的玻璃 双眼一亮 急忙蹲下来仔细地观察一下 林宇见状不由得有一些疑惑 看了一眼那杂乱的细碎玻璃 根本没有任何发现 特别之处 不过张旭伟看了片刻 他突然出声说 东南方向 五到六公里的位置 和大队长他们 往那边撤了 林宇的心里不由叹服啊 没想到如此不起眼的杂乱物品当中 竟然隐藏着如此多精准的消息 他早就听闻在数十年征战当中 何自珍早已带着暗次大队 创造了一套属于自己特有的信息 互交方式 除了自己人 别人没法能解 今天他算是见识到了 张旭伟猛地起身 走到了窗边 朝着东南方向一指说道 就是那个方向 那座废弃的教堂那边 说着张旭伟突然一顿 脸色一变喃喃说道 何大队长他们 怎么会去那个方向 那方向怎么了 那就是我们华夏那份文件 所在的方向 张旭伟神情威严地说道 再见